我們現在開始要上的東西叫做福利 福利這邊呢 雖然我們可以考計算題 但事實上很多題目是不需要計算的 你只要觀念弄懂弄清楚就可以解決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你的觀念要明瞞 後面就會舉例子你就知道 福利的來源 我們前面好像帶過去講過 是因為東西在流體 流力體的這指的是氣體或者液體 上下的壓力差的關係所產生的 放在水裡面上面的壓力小下面壓力大 下面是向上壓上面是向下壓 所以向上壓力大 所以有一個合力會向上 那這個向上就是所謂的福利 我們聽過就可以了 我們不做實際的計算 不做實際的計算 不做實際的推導 只告訴你說福利的來源是來自於上下壓力差的關係 那麼我們有一個實驗 要來告訴我們一些福利跟什麼因素有關係 本單人的教學目的 是要讓同學觀察福利與物體重量體積的關係 將相同重量的黏筒塊和金屬塊 分別懸掛在自製感稱的兩邊 將金屬塊沒入裝水的燒杯中 觀察感稱的變化 重量會減輕 表示有受服力 有受服力 重量減輕 將黏筒塊沒入裝水的燒杯中 觀察感稱的變化 由實驗結果得知 物體受到液體壓力的作用 產生向上的浮力 使物體重量減輕 讓感稱傾斜 將金屬塊和黏筒塊一起沒入裝水的水槽中 觀察感稱的變化 沒入水中的黏筒塊減輕的重量 比金屬塊多 說明黏筒塊所受的浮力比較大 原因是因為體積不一樣 將兩個等重 也就是等體積的黏筒塊一同沒入水中 一個沒入清水中 另一個則沒入食鹽水中 觀察感稱的變化 最高的是密度 液體的密度有影響 由實驗結果得知 放入密度不同的液體中時 黏筒塊在食鹽水中所受的浮力較大 所以感稱向清水端傾斜 由此可知 影響浮力的因素 包括物體沒入液體中的體積 及液體的密度 好 所以根據這個影片 我們所得到的結論 我們這個黏筒塊或金屬塊 放到水裡面 液體裡面受到浮力 而影響到這個因素 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 它有受到一個向上的作用力 所以重量會減輕 這個力我們稱之為所謂的浮力 第二個 這個浮力 跟它所排開液體的體積有關係 排開比較多的 所以它的浮力會比較大 排開比較少的 所以浮力會比較小 第二個 它也會跟液體的密度有關係 它也會跟液體的密度有關係 我們來講過鹽水跟清水 鹽水密度大 所以浮力會比較大 所以這就是它的這個狀況 知道嗎 好 所以它跟這個因素有關係 因此 我們就有一個阿基敏格原理 浮力原理 就是物體在液體中所做的浮力 等於其減輕的重量 也就是它所排開的液重 排開的液重 好 所以浮力就是減輕的重量 在空氣中的重 減掉在液體中的重 等於排開的液重 可以用排開液體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當作是排開的液重 那麼寫成英文是D等於ΔW ΔW改變 重量的改變 空氣減液體 有些學生被W1減W2 我也沒意見 但是你要弄清楚什麼是W1 什麼是W2 空氣中的重 減輕的重量 在空氣中重300克 放到水中重100克 減輕200克 就表示浮力叫做200克 等於它要走排開的液重 有一個酒精 東西丟下去 滿出來的酒精 有80克重 就表示浮力就是80克重 學測考過 有80克重 然後呢 因為重量跟質量 數字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用排開液體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排開液體的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就是質量 但是跟重量大小一樣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 所以叫做V'乘以D 為什麼可以打個prine呢 告訴你這個體積是一個特別的體積 它不是物體體積 也不是液體體積 而是所謂的排開液體的體積 排開液體的體積 W'乘以D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公式 公式 OK 所減輕的重量 空氣中的重 減到液體中的重 等於排開液體的重 等於排開液體的重 把BVD V'乘以D 排開液體的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你的古史丹老師 或者你在看一些參考書的時候 他常常會告訴你的話叫做 在意面下的體積 你用挑剔的方法講 這樣來說是錯的 因為你不可以用物體的體積 因為你不可以用物體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這樣做想法是錯的 但是這樣講有好處 什麼好處呢 直接看就知道 這邊有一盆水 東西呢 放下去 那麼什麼體積 就這個體積啊 在意面下的體積啊 就這塊 就這塊 去乘以密度 所以這個講法是 看圖的時候 容易看 一看就知道 在講什麼 但是挑剔的說 這講得錯的 因為你不可以用物體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要講的叫做 排他液體的體積 乘液體的密度 但是呢 沒有關係 你要那樣的背 也OK 因為 就是讓你方便 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底在講什麼而已 OK 所以請你記住 阿基米的原理 物體 物體在液體中所受的福利 一 等於所減輕的重量 扣衣衝的重 減衣衝的重 二 等於他排開了液重 排開液體的體積 乘液體的密度 那跟我們前面 教壓抑的時候 進水壓的時候一樣 這有個單位問題 理論上 體積乘密度出來 單位是質量 質量是克 可是福利是力 單位是克重 所以請你自動把它轉過來 單位自動變過來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這樣子 OK 這就是最重要 最基本的 阿基米的原理 有你嗎 沒有 OK